有客人會打來問我們 究竟他剛剛做 PPF 之前說過 其實有時候我告訴你 我是會拒絕客做 PPF 為甚麼 因為 PPF 不是純粹為了美觀的產品 如果我真的為了要保護它 所以才衍生到這個名字 Paint Protection Frame 要保持那個Paint保護得好 所以才要貼一個膜上去 現在技術預理好了 還會有自我修復 譬如電腦膜數據越來越好 部份邊包到 雙手膜不用說 一定會盡量做到很漂亮 但是每塊膜都有它的限制 一塊膠紙 難道我可以拉到銅鑼灣那麼遠嗎 沒有可能的 在不同的瑕疵的情況下 可能會跟大家說要接受不同的瑕疵 可能會有所謂扯開一些膠印 膠紙扯開了有些紋理在裡面 但是不影響膜的運作 它真的保護你的車漆 今天我就收到一部有趣的個案 相信上一手可能會用到一個較舊的電腦數據 做出來的效果其實不是那麼美觀 我重新多一次 PPF不是純粹是美觀 因為經過了很多技術改良 才可以令到膜的質素 我拉斜它不會那麼容易爛 不會那麼容易起印 令到現在可以做出來的產品 就是它的完成度是越來越高的 包括電腦膜或人手材膜都好 但是亦都有些限制的 例如說我們有一些內局的位置 甚至乎電腦膜可能都進不去 人手都下不了刀的 那些位置真的包不住 那些位置也不是你解釋為一個 直接受影響的位置 這些時候那些位置就可能要犧牲了 也不是說我要完美包到我裡面 連門板都要包起來 門來講其實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門的內邊 就是向內屈那邊 其實這條邊 可能我十年後我賣車 我拖了一部車 它都不會受到傷害 除非你刮它 但是你開門的時候 那條外邊可能會撞到人 撞到牆 撞到隔壁的車 可能都會脫油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謂你聽的包邊包角 其實不是黑不黑要包邊包角 而是盡量我們補充大家要美觀之餘 也都真是某部份一邊是需要保護的 那麼這個PPF最主要的保護 就是保護這些這麼當硬的位 這麼相當高風險的位 如果整輛車不能夠做到一個好的保護的話 其實是相當有問題的 對於這個PPF來說 我看到這部車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奇怪 因為客人給我照片的時候 我很多位都發現 難道人手採摩採到這麼離譜的位置 其實真的有點奇怪 真的是奇怪的 到我看到這部車的真身的時候 我才知道原來真的是電腦膜的數據 但是電腦膜 我也要跟大家去解釋一下 其實電腦膜的數據大同小異 但是都要回來做一些調整的 調整的時候 司工商也會把它拉扯動 才可以令到整件事是伏 你想想電腦膜採平面出來 你放在立體上 你一定要做一些手工 令到它可以貼伏 令到它齊邊 不是說我搭上去就已經 手機膜這樣就完成了 但是也沒理由說 這裏就1cm都沒有的 的Gap 位 但是這裏我放了一隻 無名指上去那麼闊 其實是很有趣 都挺funny的 好 比較funny的 其實都是 都是泵把的 因為泵把蓋不到的位置 就都有一段 它包膜的cover程度是相當之 嚴重不足 其實呢 最 有趣的位置就是 拖車勾 它是沒有開洞的 現場拖車師傅就要幫你 有沒有戒刀幫我戒刀 撕掉它 然後我就可以把蓋拔出來 真的奇怪 我覺得其實 這輛車貼上來 是有少少覺得它 不是太用心去做的 因為其實如果 為什麼我會說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要求 跟泰人聊個電話 就是其實每樣東西都要跟你去了解一下 究竟你是不是了解這個服務 有些人可能已經知道了 我做了幾年PPF 我都知道是什麼 沒問題 但是很多車主 可能我身車主 我看到我的車廂保護 朋友相關保護 看到廣告說要保護 我就保護 保護完之後 是什麼來的 手機填膜還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究竟是查下去還是接下去都不知道 所以我都會告訴別人 哪些位會做 哪些位不會做 哪些位做到 做不到 所以要思考一下 我做這個服務 其實它可能是一個 真是為了保護的 一個功能性為主 美觀這件事 在過去施工店 現在就算同行都好 都想盡量去 upgrade 這件事去做好 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這部車 客人就會給我重新再貼 看看貼出來的成分會怎樣 留了一個 最重要是啞色的 先開工 再次進行 這次進行 頂到 車子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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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看完之後覺得這部車如何 其實似乎花了很多心思去做 因為這部車其實都叫做有剝過再做 其實很多位都要留意 因為剝了膜其實我們都要好好清膠 大家不用太擔心 我們正常的PPF物料 如果是去到漂亮一點的物料來講 就算起了之後有些少膠 不需要說會不會弄到漆油有問題 那些 除非你用錯洗車的方法 例如說拿一些不不保的東西去洗車 或者是被曬月亮又不用洗車的話 那些膠的確可能會受到損害 但正常又清潔它 打理它 又不是說天天佈曬它又不動它 其實剝出來的殘膠都很容易清除 那你又變回一朝好看 又可以去貼過也好 轉色也好 或者做補充也好 如果想看多些車出來的成品 我們網頁有放到它的成品 我們有相片有片 可以參考一下 看看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看看大家氣味款